我認為未來的世界 婚姻的決定想在女性 男人們如果不能努力的 讓自己更美好 未來嫁不嫁得出去 不是個問題 如果女性的弟弟太少 阿里巴巴不會成功 不過我希望下輩子 能夠做個女人 能夠養一堆孩子 我特別欣賞人群 一個網友說的 像你長成這個樣子 能不能找到 男朋友的什麼問題 還有生一個孩子 為什麼我成功呢 當我回家 我聽到妻子 當我去工作 我聽到我的同學 我聽到她們 我一定堅持這麼熱 沒有愛家的女人 是有愛家的女人